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暂停 下一集0.1点直播 一点栽目高清潮清 720p 高清480p 标清 270p 倍速0.5x 1.0x 1.25x 1.5x 2.0x 倍速播放 在这里 全屏 到腾讯视频观看此视频 下一个即将播放 取消 广告广告国际组联公布最新排名 大国第一的锅跳牙式下降 50% 75% 100% WIDE 0758OR102J 播放模式Chromials 分辨率1920x1080 视频 狂高848x 480年量 50% 视频 介绎 HTTPS CDNAPD 69C75E376AF9097EC376E7B ARC LRFV SMTCDNS COM下载速度 缓冠写 缓写资料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 3.4.37 2018年8月28月10.05本零四秒 播放流水龄CC0B213A0A15DC228656AD487F9370201 本地热视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 观看完整版国际组联公布最新排名 法国第一 法国第一德国跳牙式下降 按住画面 移动小窗 XWINDOW DATA VIDE OARR PUSHVID 10758OR102J IMG HTTPS GTIMG.COM NEWSLAP LS 050494148186404800 给视频 国际组联公布最新排名 法国第一德国跳牙式下降 时长约一分 腾讯7月训 北京时间 8月29日晚 德国足协公布了新一期的国家队名单 并且召开新闻发布会 主帅勒夫出席了发布会 旧世界杯期间德国队的势力 以及俄齐尔退出国家队的风波做了回应 世界杯势力勒夫主动揽则 看世界杯德国队的势力 不该坚持控球打法 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 原本被球迷寄予恨望的未免冠军德国队 在小组赛阶段就惨遭淘汰早早出局 对此勒夫在发布会上也做了检讨 表示坚持控球的打法是不正确的 他说 其实 在欧冠赛场上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控球仍然是各支豪门球队坚持的打法 但是到了世界杯 这种风格需要做一定的调整才是 这就是我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 在是 戒杯前的欧冠区世界杯逐选赛上 我们一路走来在比赛中 基本上 占据了绝对的控球优势 这也让我决定在世界杯上继续这样的打法并努力发挥的最佳 此前的顺利竞技 也让我最坚持控球神信不疑 但事实上 足球比赛往往需要时刻变化 并且随不同的时间段 不同的比赛而做出相应的改变 德国队也需要时刻变化来保持状态 除了坚持控球的打法不对之外 德国队的整体时期也有所欠缺 2014年德国队夺得世界杯冠军之后 球队上下安于现状的都缺少了激情 于是 在后来的比赛中 球队所展示出来的投入程度 较之以往都有所欠缺 很明显的是 在俄罗斯世界杯上 我们球队的整体跑动 要比2014年时少了很多 并且 一些没有意义的传导球 也在很大程度上拖慢了球队整体运转的速度 世界杯期间球队内控 这是谣传 输球是整个团队的责任 世界杯期间 不少媒体爆料趁德国队部分球员在训练中发生冲突 因此导致了球队最后的输球 对此乐夫亦否认 他说 世界杯期间 媒体报道了许多子讯你有的新闻 德国队队内并没有发生所谓的内控 正常来说 一个球队想要在世界杯开始 填要非常强大的凝聚力是很难做到的 这 团结的精神是要随着比赛的进行慢慢培养 乐夫否认球队内部不合 球队在世界杯期间的围攻打法是非常冒险的 我在举界没有做到很好的预判 这是我的失误 但是 这也是我执着的打法 德国队是不会为了防守而采取偏向防守的打法 未来我们需要解决这个问题 目前 球队急需解决的是如何更高效的得分 世界杯期间我们得到了不少的机会 但是却未能在最后完成给对手的致命匿迹 不过 这并不是其中某一名的球员的责任 球队整体都需要发挥出更大的作用才行 目前的德国队 需要更加稳妥的完成新老交替 需要更好地处理老队员 年轻队员之间的磨合 搭配的问题 谈恶奇尔事件 队内没有种族歧视 恶奇尔至今未联系我 世界杯前 恶奇尔和金多安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合影 在事后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随着德国对世界杯的势力 和隐门事件被无限放大 最终恶奇尔选择退出德国国家队 并且直指德国族协邦门 存在种族歧视的行为 对此 乐夫表示 在这之前 许多人问我怎么不对 恶奇尔的事件 发表自己的态度 老实说 从恶奇尔发文表示要退出国家队到现在 他还没和我联系过 虽然他的经纪人在那份声明之前给我打了电话 但是我之后好多次想要联系 恶奇尔本人都没有得到结果 确实 我在世界杯前低估了那张合影 带来的巨大影响 我当时想的是世界杯快到了 我们只需要做好备战工作即可 但事实上 合影们确实影响了球队的发挥 不过请注意 这不是为球队输球而找的借口 我个人对于恶奇尔退出国家队 这件事 感到非常的遗憾 但是这已经成为了事实 恶奇尔在他的声明里 指责了德国足协高层 说对他本人存在种族歧视的行为 我认为这种指责有些夸张了 德国国家队中 没有出现过任何种族歧视的行为和言论 这是铁的事实 没有恶奇尔怎么办 在恶奇尔的位置上 我们国家队有很多的球员可以弥补 他们都能胜任这个位置 可以肯定的是 恶奇尔是近些年来德国国家队最优秀的球员之一 但是他退出国家队的决定 并没有亲后告诉我 对此我感到非常遗憾 我还是希望 能有机会和他本人好好的谈一谈 谈大内世界杯洛选和荆多埃和尹门 他们都需要时间作为上 赛奇在曼城有着上下方徽的萨内 并没有入选世界杯大名单 这一决定也让乐夫饱受质疑 对此乐夫表示 对于这个决定 我们在世界杯前的集训中 都认为萨内还没有做好充足的准备 我不会更改我的空点 就算是把世界杯的大名单再做一次调整 也不会改变德国队在世界杯上出局的命运 另外 乐夫也谈到了和尹门的另一名球员 京多安 表示希望球迷给京多安时间 他说 京多安仍然将是国家队中的重要议员 他将是未来几年以德国队阵中的重要角色 最近他已对和尹门做了解事 我希望球迷们能够试着去理解京多安 这次事件已经让他的情绪非常低落 我希望球迷们能给他一些时间 更远 更远 更远